作词 李宗盛 独家记忆 百变人生 欢迎收看记忆2015 我是孙宇 在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部影片 是每当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观摩的一部影片 那个时候 特别希望自己 能够变成这个电影里面的 潘东子 和敌人周旋 冒险为游击队送去 信件 当一名小英雄 后来长大一点 知道那都是假的 都是人们演的 当时我就想 我这长得也不比潘东子差 怎么就没有机会 被选上去演这个电影 潘东子 他怎么就成了潘东子了 1973年 八一的影制片场 开始筹拍 闪闪的红星 对于小主角 潘东子扮演者的选择 可是难坏了负责挑选和制导小演员的副导演 施伟 由于剧本已经把潘东子定为小英雄 全片几乎所有的情节都要围绕潘东子展开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领先主演 找到能胜任这个角色的小演员 可以说是大海捞针 施伟在北京市内的一些小学 看了一百多个孩子 可是一无所获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 祝新运所在学校拍演的文艺节目 一眼就看中了祝新运 感觉这个孩子从形象到气质 都非常符合他心中潘东子的形象 而总导演李俊看到祝新运后 更是二话没说立即拍板 就是他了 十二岁的祝新运因为扮演潘东子 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小童星 珊珊的红星上映两年之后 祝新运去宁夏拍戏 在宁夏火车站的站台上 这小潘东子被乘客们认了出来 当时送站接站甚至已经上了火车的乘客们 全都聚集到了站台上 里三层外三层的把祝新运给围了起来 那列火车因此晚点了四个小时 对于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年少成名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 你的这个名字祝新运 当时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 那个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这个戏还没有公演之前 就是闪闪的红星 还没有公演之前 就已经就大街小巷全都知道了 给你带来一些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你的生活当时是什么样的 就像我们都背着书包 鞋跨着上学去的时候 你在 你当时鞋跨着背包上学的时候 我也背着背包上学 鞋跨着背包上学 不会跟我们一个角度吧 应该是一个角度的 我排完这个戏以后不就留在八野场了吗 我就入伍了 但是在这个同时 我还要到我们八野场附近的学校 到那去上学 因为怕耽误学业 到那去上学 一样 回到八野场 以前军装是两个领章 可以就是那种 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对 就是粘扣 对 泥绒的钉在上头 回来以后就把领章粘上 上学的时候就把领章粘下去 上学去 你的同学或者说你的同龄人 没有对你表示过特别的羡慕和忌妒吗 羡慕应该有 是吧 那肯定的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嫉妒吗 嫉妒就可能像你这样的就产生点嫉妒 我还真产生嫉妒 我当时主要不是嫉妒你 我主要嫉妒春牙王 记得春牙的是谁吗 你也是一大脸盘子 你也是一大脸盘子 都怎么现过那块呢 下了学以后 人家就把军装穿上了 解放军 那时候当个解放军可了不得 可了不得了 但是咱这解放军当的 照样跟同学一块玩弹球 他们敢赢你吗 他们赢了 他们赢了我 我跟他们不干 闪闪的红星 让潘东子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本来是件好事 可是渐渐的 坊间流传起了潘东子火了 祝心孕妇了这样的说法 这让小潘东子非常的苦恼 其实当时 九岁的祝心孕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来参与拍摄闪闪的红星 最后所有的报酬 也就是一部影集 尽管没有片酬 但是电影带给祝心孕的 无形资产 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那就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闪闪的红星拍完之后 祝心孕进入了 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成为了当时团里最小的演员 他相继参加拍摄了干水苍茫 十天等影片 饰演了一个又一个真实自然 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的形象 这时间一晃 四十多年过去了 曾经在台前红极一时的小童星 却渐渐地走向了幕后 1980年 祝心孕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戏剧系继续深造 毕业后继续回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演员剧团当演员 尽管知名度已经有了 也相继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 可是影响却远远比不上儿时的处女作 祝心孕无论是状态还是事业 似乎开始进入了低谷 是他的妻子 一直默默地激励着他 帮助着他 祝心孕开始尝试 向不同的领域发展 配音演员 导演 制片人 慢慢地走向了幕后 年少成名 他们曾拥有令人羡慕的童年 光环背后 他们曾承受怎样的压力 那会儿肯定不会很快乐 遭遇尴尬 他们会如何化解 到底能不能演戏 我还要不要继续演戏 我是考导演的还是考表演的 面临转型 他们将做何选择 我从两岁演到七十岁 我活了七十年 我六十八年在演戏 我会认为我这一生是很完美 记忆2015 童星的烦恼你不懂 正在播出 如果说祝心孕是属于七十年代的童星 到了八十年代 方超接过了祝心孕手中 中国第一童星的接力棒 方超在两岁的时候 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阿姚兰》当中 出演了他的第一个电影角色 又在自己五岁的时候 出演了谢导的另外一部 丽作《木马人》 从此之后 电影占据了方超几乎全部的成长记忆 你那时候很小 但你还能记得你被导演挑上 我知道是谢晋导演看上你的 我大舅是《阿姚兰》的副导演 在西安跟谢晋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见过我 当时就非常喜欢我 只是说我个子太 又个子又小 年龄又小 导演说太小不合适 是因为我本来那个角色吧 是一个小女孩演的 后来她可能就是 她就是看到这种灯啊 还有这种机器一摆啊 人以为她就哭 然后导演当时急了 就刚好在延安排的鲜影不远 就把我叫过去了 爷爷睡觉了 爷爷累了 月饼做好了吗 没有 没有 在完成了与大导演谢晋的两次合作之后 小方超的片约就源源不断 六岁拍《大桥下面》 八岁拍《陀峰上的爱》 十二岁拍《我只留了三次泪》 十三岁拍《熊猫的故事》 十四岁拍《清凉四终生》 十五岁之前 方超先后一共出演了二十多部电影 五部电视剧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在我最苦的时候 总有人帮我 比如说我从家里毕业去上海 上海我在两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就认了一个干妈 叫杜若英老老师 从小我就把她叫干妈的 她那会儿是上海有个小银星艺术团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意义 我听说过 她是当时的负责人 然后我去上海就去投奔的她 找的她 那么我每个礼拜六 去给一些从两三岁到四五岁不等的小孩 教他们去表演 跟他们一起做小品 带他们去表演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 是我自己要上表演课 是上系的老师来帮我们辅导 因为当时后来我考的上海系院 考的导演系 平常周一到周四呢 我干妈妈自己有家餐厅 周一到周四呢 我在餐厅里给她帮忙 去收收账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给别人上上菜啊 收收账啊 我还不给别人送过盒饭呢 给谁送盒饭 就像现在小区里的餐厅一样 是订餐的 订餐的有时候没人了 我就给她送过 送过去就属于这样 十年的时间 二十部电影 五部电视剧 小方超的接片量呢 已经和如今一线的演员 没什么区别了 然而就在十五岁之后 他好像在屏幕上销声匿迹了 后来有一个演员叫邵峰 在上海的一个小餐馆里 遇到了一个蹩脚的服务员 那服务员啊 拇指都快要泡到汤碗里了 正要发火 却发现面前这个人 居然就是当年的童星 方超 其实一个小孩去那 像实习一样 或打工一样 也挺正常的 但作为你 你会内心会怕别人认出 我是方超吗 不会 因为当时我干妈 给我讲了一个道理 我觉得是到今天 我都认为是对的 就是我干妈当时告诉我 你去那那个店里面 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人 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生活 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人 对你的表演只有好处 不会有任何的坏处 所以那段时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 或者说会有一些痛苦的成分在 没有 唯一的对我要说痛苦 可能就是我考学对我的心理压力 当时是有的 到底能不能演戏啊 我还要不要继续演戏啊 我是考导演呢 还是考表演呢 这个来说对我是一种压力 你爸妈劝你放弃吗 我父亲从我大概统事的时候吧 就开始跟我重复我爷爷说的一句话 就说自己的道路自己走 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意思就是你不管做什么 你要愿意做你就做 但你自己别后悔 对 这就是方超口中的干妈杜若英 一位曾经给过她无私帮助的人 曾经在逆境中引导她 见证她的成长 五年没见了吧 是 我是零五年十一月见她的 哎呀 当年刚见她几岁的小孩啊 两岁半 两岁半 嗯 当年也是整天缠着您吧 是 她当年是我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她天天挂在我脖子上 她那时候就跟美丽姐姐抢 抢妈妈 对 对啊 美丽姐姐张蕾姐姐是妈妈的妹妹的 是我的外甥女 外甥女 当时也在那个阿尔摇篮舍子族 嗯 喜欢 然后他们俩就经常抢 要抢妈妈 嗯 这么多年您看她一步一步的长大 也会觉得她很多时候有挺不容易的地方 是 其实她是很执着的孩子 嗯 她小她不知道 她怎么到摇篮族来 实际上那年 谢拜拜到你们家 是来采访的 然后你人前人后就跟着她 叫她 谢拜拜带我去啊 谢拜拜带我去啊 有了 你忘了 她太小了 她太小了 对 然后那时候谢导演是感觉她太小了 嗯 所以当初是没有带她来 因为她刚刚说到的有一个女孩 原来是演员生的 因为她不肯喊妈妈 后来就把她带来 当时她小萝卜头一点点大 让她喊她喊吗 哈 她不是说她散养的吗 她见谁都喊 那她慢慢 她慢慢长大以后 特别十几岁以后 她说想考电影学院 考戏纪学院 当时您是支持还是 劝她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嗯 我是支持她的 因为从她小时候演戏来说 每一回跟她讲戏 你看她的认真 嗯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的 嗯 有的孩子会摸摸的 然后是跟这个戏是完全没有 没有关系 她有灵性 她她是整个 这个情景是完全是吻合的 而且她很执着 当时谢导和瑞芳老师 也都很支持她 因为她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是谢导和瑞芳老师 都给她写了推荐信的 嗯 考学没考上 我就对她说 我说超超 生活是最好的大学 对吧 同心这两个字 对于方超来说呢 渐渐地变成了一种负担 一个阴影 直到那次和邵峰的尴尬相遇 在邵峰的劝导之下 方超决定 重出江湖 我超是说我非要再演戏 我不演戏不行 我如何如何 真的看这个意义了 可以去尝试很多很多 其他的事 反正他会经常会有一个波浪式的 经常会反而不过 想起来一些事 因为确实你说 他是原来曾经有过很辉光的时候 到后来说没有戏眼了 说演个小角色 还要被挑来挑去的 你说他的心态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后来在演员邵峰的介绍下 方超参与了两部电视剧的拍摄 在乱世桃花中饰演贤菜 皇宝宝贝中他扮演的则是太监 小扣子 虽然是近乎于跑龙套的小角色 但方超并不在乎 努力的把每个角色演好 驾轻就熟的演技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摘掉童星的帽子 能够真正的重新开始 那你回头再看当年那个小孩的话 你会在想 当年那个小孩如今长大了 我一直在演戏 我这一生挺值得的 其实就是到今天 他的一生也是挺值得的 所以应该说方超还是为 中国的电影事业还是做了奉献 因为为什么 你想他五年的小学生活 只有一张成绩单 他个儿现在长得不高 当然他爹妈也不高 但是如果说他从小睡眠足一点的话 他会长得再高一点 因为当时一直拍戏 一直在足里头 我们经常拍夜戏 晚上经常要拍到半夜 像我们那时候 阿姚兰那时候 有时候晚上拍戏 拍到十一二点钟收工 然后坐车回到招待所 要两小时 回到招待所已经两点了 第二天七点钟要出车 然后五点钟就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 是不舍得把他们叫醒的 然后就抱着 连着衣服抱着 也不洗脸 也不刷牙 就往车上一扔 然后进入睡 然后睡到 就是拍摄场地 然后再让他们起来洗脸 吃早饭 所以从小就睡眠不足 个儿长不高 也是一种事情 对 这么一想你觉得挺光 就中国电影史 是由你一个位置的方程 所以我要谢谢你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曾经温暖过我们的 那个时候的生活 也温暖过我们的记忆 对吧杜老师 对 曾经通过大一幕 宏集全国家喻户晓的童星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大起大落 方超并没有放弃 对于方超来说 演再多的小角色都无所谓 因为对于自己的未来 他已经画好了方向 转型到幕后 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现在过得快乐吗 方超 应该是快乐吧 但是妈不希望你做燕鼠 燕鼠 燕鼠什么意思啊 白天睡觉 晚上晚上去工作去上班这样 所以这个您不喜欢 嗯 还不喜欢什么别的吗 我不喜欢他放弃他儿时的梦 希望他还是做演员 不一定是做演员 啊 目前幕后都可以 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积累 他毕竟他从两岁半就开始 就是引人了 啊 没有放弃 现在还在做幕后的工作 对 就是现在在经营这个俱乐部也一样 他跟嗯 拍戏做幕后的剧组的管理 嗯 有共通之处 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 然后嗯 你像说做演员 其实我也并没有放弃 我现在唯一最大的梦想 就有一天到七十岁的时候 如果我还在做演员 那么我认为我这一生是很完美的 就是我从两岁演到七十岁 我活了七十年 我有六十八年在演戏 我会认为我这一生是很完美 年少成名 他们曾拥有令人羡慕的童年 光环背后 他们曾承受怎样的压力 那会儿肯定不会很快乐 遭遇尴尬 他们会如何化解 到底能不能演戏啊 我还要不要继续演戏啊 我是考导演的还是考表演的 面临转型 他们将做何选择 我从两岁演到七十岁 我活了七十年 我六十八年在演戏 我会认为我这一生是很完美 记忆2015 童星的烦恼你不懂 正在播出 在北京 说到小童星的时候 不得不提到三个纯正的北京小妞 金明 孙嘉兴和冠晓彤 北京小妞正直爽快的特点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旋律并不让人陌生 它让人印象如此深刻 与小婉君的乖巧伶俐是密不可分的 小婉君的扮演者金明 也因为这部戏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小童星 从那时候起 金明成了大家的孩子 他的演艺生涯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那时候喜欢金明的人 金明太火了 那时候 很多人一边打开那边说 你要顺人这金明就好了 你看那小婉君多可爱 你这还不算最那什么的呢 我同学 我的高中同学跟我混熟了 我说 逗你 你最讨厌了 我超你喜欢你了 特别狠呆呆的跟我说 就你 我想少看多少变成金刚 逗你 逗你眼睛破戏 还有我妈爸的电视 还呜呜在那哭 后来还说我说 你看人家孩子多乖 那看看你 多投 这不论男孩女孩都这样 关键时候是到男孩的时候更逗 说 你给我好好休息呀 今后给我找块好工作 好好努力 找一项金明这样的媳妇 就是我的错是吗 演艺生涯的成功 让在上高中的小金明 获得了可以被保送上艺术类院校的机会 然而当时金明却做出了一个 甚至连他的父母都不能理解的决定 金明回忆 他最难忘的是高考那年 那一年他放弃了保送就读艺术类院校的机会 执意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 而且填报大学志愿时 一口气全写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系 这样的举动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难以理解 金明的母亲更是觉得 女儿这是在拿前途开玩笑 那个时候的金明对于考上北大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想试试 除了演习外 还能不能做点别的 学点别的 而且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小金明是出生牛肚不怕火 但是他的父母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作为公众人物活在别人的视线里 考不上大学 后果可想而知 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选择当中度过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于金明来说是最关键的 也是最让人揪心的 让人欣慰的是 金明顺利过关 如愿以偿地走着自己的路 很多童星 就长大以后都跟别人说 千万不要当童星 毁死了 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那段经历 这是我没办法选择的 他就跟一大虾饼 快插一下路我头上了 虽然一开始是你不能选择 但是他对于孩子后来的人生 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 可能就是 很早就接触了这个社会 而且我从好像 好像我从特别小的时候 就知道工作跟我生活之间的事情 要分得很开 我好像特别小就知道这个事 而且更夸张的一件事 就是我特别小就知道 给人签名 跟人拍照 是我工作的一步 在北京 说到小童星的时候 不得不提到三个纯正的北京小妞 金明 孙嘉兴 和冠小童 北京小妞正直爽快的特点 在她们的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听着熟悉的旋律 让我们想起了 和小金明一样 陪伴我们童年的童星 孙嘉兴 时过境迁 昔日这位童星 早已经长大成人 现在的她 还在继续唱歌吗 提到北京姑娘 我们就会联想到一部电影 叫北京小妞 戏中白月月这个角色 给观众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比起这个角色 她的声音 承载着我们 更多童年的记忆 她就是歌手 孙嘉兴 北京小妞 果然风流 人家直打不犯愁 女孩子脾气 硬是直打 孙嘉兴出生于1976年 在铁路文工团长大的她 从小就深受艺术的熏陶 母亲是小提琴手 想培养她学习小提琴 可是她却对唱歌情有独钟 在孙嘉兴五六岁时 一次母亲生命住院 孙嘉兴在家里 用录音记录下了自己唱的歌 然后拿到医院去给母亲听 她唱的歌 不仅感动了母亲 也打动了同一病房的一位阿姨 她把孙嘉兴介绍给一家唱片公司 从此孙嘉兴走上了唱歌的道路 如果一日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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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寒冷到风雪落下 能够去到她 可以日日也到她面 如何到风雪也不怕 孙嘉兴太早的成名带给她的 是她那个年纪的孩子难以承受的压力 上午上课 下午去补课 晚上去录音录像 抽空还要写作业 上声乐课 学小提琴 这一放暑假 还得全国各地的去演出 小小的孙嘉兴 像个小陀螺一样的转起来 不过凡事有利有弊 出名带给她的 也不全是成长的烦恼 年少成名也给孙嘉兴带来了两个变化 一个是八岁的她挣到了第一笔钱 她出版的个人专辑 音像公司那边 一次性付给了她八百元的稿费 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 孙嘉兴奴女俩一直靠妈妈的收入生活 过得有点拮据 她刚开始唱歌时 家里还没有电视 她和妈妈要到邻居家去看自己的演出 唱歌以后 家里才添置了电视 那时候还没有走学之说 孙嘉兴在电视台和晚会上的演出 都是没有任何出场费的 每当回忆起这些 孙嘉兴也会开玩笑的感叹 自己生不逢时 第二个变化 就是让小小的孙嘉兴 走了很多地方 爱上了旅游 也开阔眼界 比起同龄的孩子 要成熟一些 过早的接触社会 也让她有了那个年纪孩子少有的成熟和认知 在16岁的时候 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反对的决定 在她歌唱生涯蒸蒸日上的时候 孙嘉兴决定不再唱歌 最初反对她唱歌的妈妈 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放弃唱歌 可是谁都劝服不了这个倔强的小姑娘 她告诉大家 这个决定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 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她已经想得很清楚 她不想再走上台前 而是要做幕后工作 对于孙嘉兴来说 唱歌只是兴趣 并不是自主选择的职业 她甚至考虑到以后的婚姻 她认为走到舞台前面的人 婚姻很少长久 而自己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家 于是16岁的孙嘉兴 开始谢绝任何演出邀请 专心学业 并且在高考时跟小金明一样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孤诸一致 只填了一个专业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从此她如愿以偿地走向了幕后 成为了铁路文工团的一名导演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 平凡普通 是现在的我 从小接触社会 孙嘉兴慢慢地长成了一个有主见 主动性很强的大姑娘 16岁的时候 她给自己选定了 做幕后工作的一条路 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 铁路文工团的一名导演 在团里排晚会 排小品 排话剧 下基层慰问演出 她不会去舞台上做公开的正式的表演 只会在工人们认出她来 要收到唱首歌时 为大家清唱一首 孙嘉兴还迷上了配音的工作 她跟着一个台湾著名的配音导演学习 做配音副导演 曾为电影《如果爱》 《是碧》 电视剧《梅艳芳飞》 《屋顶上的绿宝石》等影片 配音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 了解这位昔日同兴的近况 孙嘉兴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G2015的主持人孙宇 你好 孙宇老师你好 你后来不唱歌了以后 去做什么职业了 是这样的 我大概从15、16岁就慢慢地不唱了 在那个期间我就去了 中国音乐学院服中学作曲 后来我大学又考到了 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 学的导演 然后现在一直在做话剧导演 这个15岁前后你不唱这个歌了以后 有人会猜测 说孙嘉兴是不是倒仓了 声音不好了不唱 不唱的原因就是 我想给我的童年画上一个 比较美丽的句号 然后我觉得人一辈子 肯定不只干一样工作 然后我想重新启动一个新的 更有兴趣的 更有挑战性的领域 再重新开始 就这样很简单 其实 你的这个整个的导演之路 走得还好吗 你快乐吗 我觉得非常快乐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每一个每一次 不管是我自己导 还是参与到别人的导演作品里 我觉得就像每次孕育 一个孩子在把他看着他出生成熟 然后呈现在舞台上 是非常快乐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祝你能导出更多 你喜欢观众也喜欢的精彩的戏剧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们 年少成名 他们曾拥有令人羡慕的童年 你给我好好休息呀 先给我找块好工作 好好努力 找一下金鸣这样的媳妇 光环背后 他们曾承受怎样的压力 那会儿肯定不会很快乐 遭遇尴尬 他们会如何化解 到底能不能演戏啊 我还要不要继续演戏啊 我是考导演的 还是考表演的 面临转型 他们将做何选择 我从两岁演到七十岁 我活了七十年 我六十八年在演戏 我会认为我这一生是很完美 记忆2015 童星的烦恼你不懂 正在播出 在孙嘉兴歌唱生涯蒸蒸日上时 他并没有继续叱咤咤歌坛 而是成为了一名话剧导演 转入幕后 是他自己的选择 同样作为童星 还是演艺道路的关小彤 会怎样选择 他人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呢 一个人见人爱的国民闺女 两部年度热播大戏 出身艺术世家的他 四岁入行 拍摄上百部影视剧 关小彤做客记忆2015 分享他成长的烦恼 你看你这名字啊 关小彤 大家一听这个关呢 就都跟这个老关家有关系 是吧 我爷爷是关学曾 关学曾 他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 然后在《有话好好说》里面 就唱的那一段 就他底下喊什么 然后他就唱 我从小在北京 其实最初领进门的时候 这个也毋庸毁言 那更早的时候 确实家里人 爸爸带你去的嘛 最早四最半 那后来 其实好多大导演 都找你演过戏 对吧 陈寨哥 还有霍剑奇导演 拍的暖 他们找你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孩子 来跟你竞争呢 我妈说那会儿 感觉你可要强了 七岁的时候吧 应该是 反正就那会儿 挺小的 然后呢 也是有一个角色 跟另外一个女孩 就两个女孩 就一起 就是可能最后吧 再试个戏 就定谁演了 然后呢 是一场哭戏 然后后来呢 我就不知道当时怎么 反正我妈跟我说 我当时说 妈妈 我一定要怎么着 我一定要哭出来 什么的 我一定要 把它给比下去 就这意思的话 就那会儿很小 说的这个 我听起来 你还真是一个 很好强的姑娘 一扶二组 大丈夫 在这两个戏里 你的角色都挺重的 而且我们注意到 其实跟你演对手戏的 都是一些特别成熟的 一线的 我们讲 很红的 正当红的 男演员 女演员也都很成熟的 你跟他们演戏 有什么压力 或者说 甚至一点压力没有 比如说 其实是没有 因为我们 其实是挺熟的 像小阮姐 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她拍过戏 那会儿特别熟 然后像嘉义爸爸 已经演了我 等于那是第四次了 所以就挺亲切的感觉 对 有人说 这是不是张嘉义 他们家 亲切 对 那天特逗 张嘉义一演戏 就老带着你 我就记得 我跟我妈那时候 正播 然后出去吃饭 然后后来呢 那个就有人认 就认我 然后说什么 这个这个 然后后来说 这是你妈妈吗 我说 对 你怎么能有妈妈呢 你爸不是张嘉义吗 就不能接受那个事实 然后也不能接受我爸 不能接受我妈 那因为生活里的这种熟 和包括你的成长经历里面 经常跟他们 有一些这种拍戏的合作 所以你演起来 心里没任何负责 对 是这个感觉 对 那你享受这个拍戏的过程 以前并不享受 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就是到初中那会儿 自己也追星了 才一直到 原来我追星 然后可能有时候 更小的人 也许就会追着我 就觉得还是一件挺美的事 那你自己个人呢 你喜欢表演吗 我小时候也不懂 反正就是带我去 也没有什么太多太难的内容 可能一玩就过去了 然后四五年级那会儿 终于有自己的意识了 然后就是不想演 就是觉得错过了很多 因为我特想评那种大队尾 然后觉得自己错过那个评选了 特想当官 然后就不想拍 小官迷 我爸就这么说 我爸说官迷 我给你买三个大队尾杆 你这贴一个 这贴一个 你再浑身都贴上 我想当大队长 所以就也不太想 我那会儿不想当大队长 我那会儿小队尾都可以 就小队尾就行 对 只要挂上那个杆 然后后来呢 那会儿就死活不拍 就为了评 后来评上了 评了一个大队尾 学习委员 然后受闲那天 我就记得当时那个剧组拍戏 特地给我同事半天 架上我受闲 完了之后就一直别着那个 先别在外套上 然后脱了衣服 把它摘下来再别里边 可见这真是是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估计还摘下来 搁枕头边上 搁睡衣裳 搁睡衣裳 真搁睡衣裳了 没有没有 就反正就永远能看见 关小童不论是在学业 还是世界 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但面对网络上的负面评论 17岁的她是如何应对的呢 就一下就不高兴了 有时候还容易就是看哭啊 记忆2015 童星的烦恼你不懂 正在播出 说这个关小童啊 对有些负面报道 就是你演出戏来了以后 对负面报道 你自己还是造成了一些困扰的 这个就是烦心闹心 这一般都是什么负面报道 会让你不喜欢 就是极端的那种 就是特别极端 就是特别难听 建议我可以接受 但是就那种 不是给你提建议 就完全就说 你怎么那么丑的那种 我就很无法理解 我丑吗 你见到这些话的时候 你会抓狂 或者难受 因为我有时候也爱在微博 就是搜搜我自己啊 什么之类的 看见好 那我特高兴 觉得自己以后还得更好 然后有时候 比如看见一两条 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可刺眼了 就一下就不高兴了 有时候 还容易就是看哭啊 什么之类的 有别人安慰我说 就是你在乎的人 和在乎你的人 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够了 然后也有姐姐跟我说 说你既然选择就暴露 就要选择什么 做好万件穿心的准备 然后也有说 说的完全都不对 为什么要信呢 你又不丑 为什么要信他们说的话呢 其实到明年 你高考完了以后 你的未来的人生 其实应该是你 可以有很多自主权来选择了 如果让你自己选择的话 你会沿着你之前的 发展很顺利的 这个演戏的道路 往下走吗 现在来说应该会 因为现在不是特别排斥 说拍戏啊什么的 觉得就是还挺好的 现在会 现在会 家里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我爸我妈一直的态度 总是就是那四个字 顺其自然 这个表演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表演完了是一件快乐的事 表演过程中 有时候拍枯息 就肯定不快乐 像拍一些挨打 挨摔 被绑架 下冰水 又熬夜 就是那会儿肯定 不会很快乐 凭什么呀 我没办法 凭什么你限制我自由啊 就因为你是我爸 对就因为我是你爸 谁让你给我当爸了 我抽你 打我 就有时候像拍戏啊 就是很冷 穿短袖短裤 然后还要被往那个石头地上那么摔 又打 然后有时候要哭一天 晚上夜戏 然后连着舞场 然后哭到第二天 就是眼睛就肿了 不是你真哭啊 真哭 每条都哭啊 对 而且有时候 不是你不用那个催泪棒 什么之类的吗 用不了 那真哭还是挺费劲的 真哭 怎么说就是心比较累 可能就是 你就真的是伤心 真的难过 完了之后就肯定很不开心 那既然就是这么累心的一件事 他的快乐在哪 就是快乐就在 后来看到他呈现在大萤幕上 或者就是哭完那一瞬间 我就觉得特高兴 就是终于解放了 还有杀青那一天 都是高兴的时候 对 还有最后呈现的时候 是吧 还有别人夸你的时候 对 尤其是这个 然后尤其是夸你的时候 对 后来有没有一些 就是除了演戏之外 给你带来的 比如说大街上走着 人家认出来 这种荣誉的 以前很少有 很少有 对 但是最近 从什么时候开始多了 就是那两个戏播完之后 开始多了 确实吧 有那种虚荣性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小童 我们那个整个的演播室 你看全是你照片 我看见了 在我背后的团上 对 这个是你不同时期的 不同年龄段的 然后你扮演的一些角色 甚至还有一些生活照 我怀疑 是吧 对 你最喜欢哪张 我最喜欢那张 就那张短头发 头脸特别的丑 还特别黑 还放上去 这个是剧照还是生活照 剧照 剧照 画的 这是什么时候 四岁半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 你为什么喜欢这张 我不喜欢那张 你不喜欢那张 其他的都喜欢 其他的都还行 最喜欢我想想 我最喜欢 这张 这张 对 这个大概是十岁左右 十二 十岁左右 对 是吧 看起来像十岁左右 你喜欢这张 为什么 公主 我有一个 小公主 对 公主情节 其实不光你 就像关小彤一样 每个女孩 在她儿童时代 都会有一个 单纯而美丽的公主梦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梦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或许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每个人都觉得童年 在人的一生当中 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而这些童星的童年 在很多人眼里 比常人 更是多了一道耀眼的光环 是令人羡慕的 然而我们却不知道 这些光环 让他们失去了 本应属于自己童年的 那份天真和快乐 甚至自己人生的轨迹 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 童年应该是一个 美好的时光 童年应该是一个 烂漫的记忆 希望每个孩子 都能保持那份天真 快乐的成长 希望每个百遍人生的背后 都有属于自己独家的 童年记忆 他使人们喜爱的 新闻联播播音员 今天新闻联播节目的 主要内容有 他是父母的好儿子 妻子的好丈夫 儿子的好父亲 好像感觉他要把儿子 看进去的那种感觉 他应年早逝 令人叹歪 我老觉得他8月31号可以来 然后9月他还会来 G2015为您亲情讲述 罗金生命最后的日子